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是通诗课程的第二集 启蒙第一奇书 千志文 包罗万象何其多 就千志文了 真的是启蒙书里面的第一奇书 也是中国的奇书 这个里面的包罗万象 太多让人惊奇感觉到奇妙的事情 上面已经把它的由来圣奇 著作文奇 脉络探奇 色意多奇 引经据典奇的那五部分说了 这个文到底是怎么来的 还有它的压了很多的韵脚 是很美的诗文 四个字一句的诗文 乃至于它的脉络井然 寒色的毅力很多 赢了一大堆的引经据典 可见作者 它的知识背景 它的用功 它的才情 难怪在梁武帝时代 是梁武帝最欣赏的文学从事 对梁武帝在各方面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后来梁武帝提升他为国时的撰写者 那他因为太用功 其实也没有活得很久 五十几岁就过世了 也是蛮可惜的 那我们接着要来说说 这千字文后面的五个旗 就是法书大家宋旗 就我们中国很多的法书大家 争相来写来传颂 就是用写千字文来代表 对千字文的赞叹歌颂 那这些法书大家写千字文 一来千字文每一千个字里面 每个字都不同 所以写书法的人 如果来用写千字文 他可以写很多不同的中国字 二来千字文 不是杂乱无章的 是一篇美好的家文 对我们人生有很大的启发 也丰富了我们人生很多的知识 待会我们可以慢慢地说 那到底有哪些法书的大家呢 首先要说的就是自永禅师 一般来讲 王羲之的永智八法 要靠他来流通 真正我们一般说 王羲之的永智八法 真正流通的就是自永禅师 自永禅师得到王羲之的兰庭 继续退到云门寺的时候 认真临写他二十年 所以他对王羲之的行述 他是领悟于心 那他笔写坏的丢出去的 那个可以叫做退笔种 就好像一个坟墓这么高 都他写过的笔 你看看用功的程度 真的古人真的用功的程度 是我们现在的难以想象 我们大概因为现在这个资讯发达 大家在手机上浏览这些知识很快 可是那个心神都不定的 没有专注力的 所以虽然大量的阅读 可是都没有入信 古人虽然得少为主 不如现代人 但古人能够用功 用功深入 而且用之于心 现代人没有办法 所以如何把古人的用功的精神 在这个时代里面 能够筛选好的资讯 在这个好的资讯里面 来加广自己的知识背景 来做人生很多的体悟 对世间多做了解 现在这个时代人 应该要有的反思 接着我们来看 第二个就是草圣怀树 他的千之文 我们一般说狂草醉生 就显然那个草树是狂草 醉生就喝醉怀树 唐草那个怀树 他有所谓大草千之文 小草千之文 唐草里面有些人叫做 颠章狂树 颠章就是讲那个疯疯癫癫癫的 那个张树 狂就是狂人怀树 那怀树出家 其实他写这个草树里面 其实就是这种心境的挥洒 有人说他写的草树 就像天上下大雨一样 这个挥洒自如 让人叹微观止 那我们故宫不愿意 有怀树的自树帖 那真的就是龙藤虎药 这个行云流水 这个人家说赞叹树同伯的文章 叫做常行于所当行 常之于不可不知 观怀树的草树也莫不如是 那第三个就是欧阳荀 欧阳荀我们唐草书法的四大家 就是欧阳荀 于世难除岁良学迹 那欧阳荀 他的这个 刚开始是王熙之的那个行书 写到最后脱胎换骨 他不拘离王熙之的书法 那他的这个 不单是他的行书 他的楷书都非常好 其实他的相是很丑的 那他书法写到什么程度呢 他有一次路过 那个晋朝的索敬的石碑 那这个他觉得很漂亮 他就看一看就走了 又回过头来 再继续看又走了 又不行 回头来 在索敬 晋朝书法家 索敬的那个书法碑上 住了三天 把他完全学会在这 你看到古人的用功就是这样的 就是不学这一 一学必学的通达 那像我们国画也是一样 国画里面 比如说像这个布局 用笔用墨 这个林某传神 林某什么叫林某呢 就把你的线条 你的笔墨 你的布局 你的神运全部学过来 那最后变成我的神运去表达 我可以脱胎换骨 像张大千画石涛的画 画董云的画 画巨染的画都是这样的 那这个欧阳巡呢 这个凯书也写得非常的好 所以那个高沟里的人 出使到唐朝的时候 就问唐高宗 而不问唐高祖 像要欧阳巡的这个凯书 那欧阳巡呢 这个写 你注意看那个书法家 写书法 其实不但是一种这个技法 或者是在练习文笔 更重要的是一种移情养性 所以你看欧阳巡呢 到八十五岁的时候才过世的 也算是一个高手之人 那再来呢 第四个呢 就是宋慧中造极 宋慧中情奇书画样样皆能 雪公老师说 他样样皆能 就是有一样不能 就是不会做皇帝 所以宋朝到徽宗 徽清二宗就亡了北宋 那他这个 其实收集文物是很厉害的 其实我们中国要感谢 这些帝王收集文物 第一宋慧中就是很会收集文物 乾隆他也会收集文物 今天有台北的故宫 要不是乾隆收集文物 不可能有台北的故宫的 那这个宋慧中里面 他的草书 还有他的收金体 像我们故宫里面的寿敬体 那真的宋慧中写的会很 寿敬体就是书法里面 拿掉肉剩下骨的那个书法 那他宋慧中有那个草书签字文 还有呢 就是赵孟胡的真草签字文 赵孟胡是宋太祖赵匡英的后代 后来在元朝做官 其实大家背后说他很多 其实他这个人是蛮忍辱负重的 那他在这个元朝时期 他立了很多的制度 其实对汉人是很大的帮助 他很有名的雀华丘色图 其实在故宫是正院之宝 我们雪如老人 我的老师李炳南老教授 这个来台湾的时候 诗香心切 所以看了赵孟胡的 雀华丘色图的那个复制本 也写了很多首诗在上面 那乾隆啊 喜欢出游山玩水 到了这个济南的时候 还叫人快马骑啊 到了北京 把赵孟胡的雀华丘色图 拿来对对 乾隆来对对 这个雀山滑不住山的景色 那赵孟胡曾经有个妙言世纪 我们这次在台北的这个书法展 庄严先生的书法展 那个妙言世纪 就是赵孟胡的行书 写那个妙言世 记录妙言世的那个行书 写得非常好 庄严先生临摹了一个半月 也得到赵孟胡的精髓 赵孟胡真的是一个大家 再来就是文真明的行书签字文 文真明在明朝的四大家 就是沈州文真明 唐伯虎求音 那文真明呢 其实后面的成就 是不输给沈州的 其实是吴派里面 很重要的掌门人 那还有呢 就是庄严先生的 寿经体的签字文 那更奇特 庄严先生呢 是台北故宫的副院长 他曾经在大陆 民国十三年 从北京大学的哲学系 到故宫去上班 一直到1980年 从故宫退休 在故宫将近半世纪 他的文学涵养 包括他的书法 行书 楷书 历书 传书 草书 卫碑 好大王碑 包括寿经体 样样节能 那我们学会 有幸在他的庄严 这个庄严先生的大展里面 来导览在台北国库纪念馆 也造成盛况 那庄严先生的那个 寿经体的签字文 也借着签字文 来表达寿经体的写法 也表达他个人的心境 所以以上是这些 法书大家 来传颂签字文 所以签字文 也得到这些 法书大家的一个赞许 再来就是签字文 第七个旗是什么 叫做启蒙书 第一旗 启蒙书 很多的启蒙书 但是公认的 就是三百千千 百就是百家姓 百家姓 我们一般都什么 赵前孙礼 周五正王 逢臣主位 奖臣涵阳 你看他也压这个运 百家姓里面 其实是收入汉朝的 汉人的姓 其实后面越来越多 现在据统计 都有万人的姓 百家姓只不过是 收入一些汉人的姓 其实中国的姓 不只是百家姓的 从这百家姓里面 可以看出很有名的大家族 赵前孙礼这些大家族 周五正王这些大家族 或者是蓬城处位的 这些大家族 这些大家族 代表说他们有人才 他们繁衍得多 他们的子孙多 还有像三字经 三字经是宋朝王毅宁的 很重要的启蒙书 在三字经里面 其实我们可以看出 三字经里面 分为极大段 像人生的潜力的开发 还有人生音学的内涵 还有举典范要来劝学 整个三字经里面 也是琳琅满目包罗万象 还有就是千家诗 千家诗是宋朝的刘克庄 他编的 这里面其实还包括了宋词 我们一般千家诗里面 都是耳熟能详的这些诗词 但是在南宋有谢坊德 明朝有王相 继续来争编 还有清朝的续千家诗 所以我们现在孩子们读诵的千家诗里面 其实还可以有各种版本的千家诗 这千家诗里面 其实朗朗上口 瓶浙 亚运都很紧然的 甚至可以饮诵的 我们学路老人李炳南老先生 他从大陆到台湾 把山东古调的吟诗法带来台湾 这种吟诗法 对着评者能够唱诵的合一 我相信是一个非常好吟诵诵诗的唱诵法 我相信各地来办启蒙班 办儿童夏令营 如果能够对诗词 有一番的引用 有一番的了解 有一番的解读 并且配合着自然 有一番的赏息 我相信是一个美好的启蒙的课程 当然更重要的就是 宋齐良辰南两 梁武帝的周星寺的千字文 千字文流通至今一千五百年 并者这个三字经 百家姓千家诗 我们一般很有趣的 叫做学童三五并排座 天地玄黄寒一年 就讲到千字文了 古代的私俗教育 孩子们就在那边不断地摇头晃脑 读诵 当然现在看古代的教育 觉得不行 这个都是填鸭式的教育 可是古代的教育 它把书本读诵的手 它能够运用出来 而且古代的教育 也能培养孩子的专心 当然把古代的教育方法拿到现代 是不行的 但精神上如何培养孩子的专注力 如何培养孩子的文学素养 尤其在人工智慧时代来临的时候 如何培养孩子的鉴赏力 文学的素养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千字文第八个旗 叫做流通运用旗 流通运用旗里面 它怎么个旗法呢 比如说在外国汉字初级读本里面 他可以认识很多的中国汉字 特别是韩国 他就有千字文的读诵本 当然日本是论语比较多 我们到日本去的时候 发觉到他们对论语是很欣赏的 很接受的 他们的首相说 要用伦语来打造日本的国家 可见外国都很重视中国的文化 包括他们的企业 宋夏新之助的企业 这些大企业家 早期的企业家 都懂得用伦语来制这个企业 第二个就是 明清科举共愿的好色 什么天地玄黄 比如说这个考生 在这个考场里面 一个小房间 他按照天地玄黄宇宙 火荒将编号码 当然可以编出一千件 千字文就可以编出一千件 第三个 像我们台湾的兵级号码 他就是用千字文来编的 北部是天 中部是地 南部是玄 东部是黄 台北市是宇 高雄市是中 那我当时 我们台湾都要当兵的 像我也要当兵的 我那时候的兵级号码 是选A300744 那个选A就代表 我是南部的 这也是兵级号码 用千字文来编 第四个是清朝彩票的编号 那个彩票就像现在的 乐透大家的彩卷 在清朝开始就是彩票 他也用千字文来编号 那第五个呢 就是故宫宫殿的编号 我当时在故宫上班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会看到一些编号 比如说这个东西是天 天然后什么号码的 或者是地什么号码 这是旅什么号码 这金什么号码 原来告诉你 这个文物是从什么工出来的 那它就是从千字文来编 所以你就可以从这个文物的编号里面 你就知道说它应该隶属于什么工 第九个起 就是我们这次夏令营活动 叫做文字游戏活动棋 设计千字文的活动 有说书人 有千字文的过照等等 那千字文一定带给小朋友 很多的震撼 而且从这里面去了解 很多的历史的典故 而且从千字文去了解自然 了解地理 各种的了解 所以外面的注解里面 他把千字文 这个来用很多的故事来讲 千字文 所以叫做故事分多类企 用两百多个故事 两百个故事来讲千字文 像历史里面 比如我们讲到说什么 推卫让国 有余桃堂 这都可以用历史故事去讲的 或是讲到说 狭儿一体 率兵归王 那就讲到周恩王 周恩王这个人 真的是一体的 就是万物一体的思想 大家都率 这个诸侯们 都归向于周恩王 或者是叫做 纯以甘堂 去而易勇 纯以甘堂 就是说 周昭公在甘堂树下 为老百姓解纷扰 去而易勇 周昭公去了甘堂树 离开甘堂树 老百姓割勇周昭公 表示说 这个人他对老百姓 是亲民爱民的 像这种历史的故事 可以讲很多很多很多 在坚持里面很多的 或在生活上的里面的 比如说 告诉我们要 性敬情意 就是说 你的性情 如果静下来的话 那你是非常舒服的 或是心动神疲 如果心是动的 就是妄念很多 那神疲 就是精神很疲劳 逐物易转 你如果攀缘很多的东西 你的意念都不能集中 那你必须怎么样 你必须要坚持 亚超 坚持亚超 就要把你美好的超所 能够坚持 美好的心念坚持 那你这个人 就是一个很有为的人 那在自然当中 比如说讲到日月迎着 讲到 陈树列张 讲到天上的心树 讲到日月的变化 寒来暑往 讲到气候 云藤至雨 讲到 这个 这个 刮风下雨 讲到 露节为霜 讲到秋 秋冬的变化 都可以举很多的故事来说 那在民间里面 也可以举很多的故事 什么农业的 渔业的 矿业的 各种技能的 那神话的故事 什么天地玄黄 宇宙洪荒 都可以讲到 盘古开天 讲到贡公寺的那些典故 都蛮有趣的 那讲到地理的部分 比如说九州 五谕 或者是天险 这些地理的常识 故事都可以说的 还有讲到语言 那讲到语言里面 特别像庄子里面 他举了个故事 比如说讲到 渔昆毒蕴 就讲到昆语变成大烹鸟 或者是军桥任调 军桥就是讲到马军 马军是魏国 魏国的那个马军 他真的是一个公桥民 我们一般有所谓的五民 有什么公桥民 一方民 深民 内民 阴民 那马军真的是公桥民 他能够改良农业去聚 还有能够改良军事武器 诸葛亮的连弩 他发展出比诸葛亮那个连弩 有连环射箭 改良的比诸葛亮更好 甚至他会用那个牧人 创造那个牧人 那个牧人可以跳舞 就像我们现在的人工智慧 机器人一样 太厉害了 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 可以叫做军桥 就马军是很巧妙的 那任钓呢 任钓就任公子钓鱼 任公子钓鱼 也是出自于庄子的 庄子的外物品 任公子蛮有趣 他讲说任公子怎么钓鱼呢 任公子在会计山钓鱼 那会计山钓鱼 钓东海的鱼 用五十头牛来做钓鱼 经过了一年以后 准备要钓上来的时候 翻腾覆雨 这个鬼哭神吼 大浪滔天 终于把那只鱼钓上来 那只鱼钓上来 做成鱼竿 切成肉 让浙江到广东的人 都可以吃到这条鱼 当然这是一个译言 告诉你 庄子会讲很多夸大的话 去暗藏很多人生的哲理 告诉你时机是要等待的 内涵是要充实的 是要忍住的 是不可以见小力而望大义的 不可以贪图小城的 眼光要远大的 所以这里面 这个坊间的注解 就用很多的故事 来把千字文串起来 这叫做故事分多类 很奇特的 那这也是我们 在千字文里面 可以跟小朋友 分享很多故事的 让他觉得千字文 好美好美 这不但有丰富的历史 生活的知识 历史的知识 地理的知识 大自然的知识 还有神话的故事 寓言的故事 很多很多很多 相信他们会是一个 很美好的暑假的收获 最后我要说 在我们千字文的 这个十个期里面 非常要感谢梁武帝 梁武帝 在兵马孔种的时候 他当然是为孩子们的教育 当然才有千字文的流通 所以很感谢梁武帝 感谢周星世 有这样的姻缘 有这样奇特的姻缘 能够有这一部 千古的著作 千字文 来让我们同盟教育 其实我们同盟教育的教材 太少了 对比欧美的教材 我们中国的 那个同盟教育的教材 实在太少了 我们应该要好好的 就发展一些同盟的教材 不但把三百千千保留 还要发展很多的 同盟的教材 并且让他有趣 有味 有料 有内涵 发生生性 伯君一笑 这个让孩子们 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学习的童年 引发潜力的童年 也能够了解文化的童年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就是说 在千字文里面 可以看到各家的书法 所以练习书法也很重要 我们发扬国粹 像琴棋书画 书法也是 竟然要发展的中国艺术 书法是一个载体 载体它能够载着文人的气象 文人的用功 文人的情怀 还有文人对文化的深入 书法这个线条 懂得经营书法的线条 又是经营国画的线条 像张大前先生 他国画为什么画得这么好 其中一个就是书法 他的书法得之于 珍稀跟李瑞钦 珍稀跟李瑞钦的 背帖的 写背的能力很好 张大前就是学他的书法 所以张大前 而且能够脱胎换骨 他的书法就像 荣心与 辅生风这样 变化莫测 所以我们也可以从千字文里面 学到中国的书法 还有我们可以从千字文里面 也可以看到 这些作者的知识背景 告诉我们 在入于这个时代里面 我们的知识背景 要越广越好 我们才能够 孟子说 知之声 则左右逢源 我们一般说 左右逢源是不好的 比如说这个小人 叫左右逢源 两边讨好 其实左右逢源是好的 就是说 你用功越用得越深 你就给左右逢源 左右逢源就是 信守年来都有 这个文思全有 现在我们所谓的创意 发散性的思维 其实创意 发散性的思维 你如果没有 这个很广大的知识背景 而且这个知识 都有那种相关联的 关系性的 逻辑的推理 这个架构的分析 你如果没有这些 其实你不可能 左右逢源 你也不可能 有什么发散性的思维 或是什么那种的创意 那以上是我们 千志文 在这个暑假 进入暑假 我们实在两堂的 通诗课里面 给大家一个供养 希望在这个千志文当中 这个推荐千志文当中 给大家有另一类的启发 那希望大家 这两堂的课程 有一点点的收获 这是我在这边 小小的期望 祝大家有一个 美好的暑假 在这个暑假里面 赏心悦目 大家还怎么出去玩 在家用工 或是找朋友 三五聚会 相信你有这些 生活的内涵 文学的素养 知识的背景 你一定会过着 又快乐 又舒服 又美妙的暑假 那我们实在的通诗课程 这两堂课到这里 我们下学期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 再会 的 集团